出生子住院簽病為 妥宗康失眠煎熬 我那幾天其實是 應該是我這輩子最害怕的幾天 妥宗康日前行第二子 小明弟弟明明是喜事 怎麼講得這麼愛上 因為是剖腹生產 所以說因為剖腹生產 他沒有經過產道的擠壓 就會肺裡面 流了一點點的 養水那第一天搞不清楚 什麼狀況所以說就 就送到家務病房 然後就在那邊待了大概 四五天吧因為那麼小 才出生一天就看他在打點滴 又不能喝東西 然後 掛呼吸器那真的是 很不忍心 後來才把那個 羊水慢慢的吸收之後 呼吸正常我才出院 他回憶醫院一度讓他簽病為 統一書夫妻倆為此 飽受折磨 我知道明天可以出院的時候 我才真正可以睡一下覺 之前都沒什麼在睡覺 那我他又在做月子 可是他很擔心很擔心 所以他還拖著身體 爬起來去親手做了一個 手鐮讓他戴著 他說因為紅麻腦子 其實會帶來身體健康 讓你磁場比較好 已經是避邪 那他在做的時候我就很不忍心 那他已經傷口還沒好 還要坐在那邊編那個東西給他 我就覺得母愛真偉大 不得不說 駝哥當霸號跟以往情場 那樣子形象簡直是天差地別 其實我是一個 蠻殊辣的爸爸 我在家裡面其實 我太太比較管住小孩 小孩子看到我就好像 我是他的玩具一樣 整個人也散發滿滿正能量 在這邊跟隨便跟所有的朋友 去母愛的獎聲 今年反月久就可能就 我就不辦了 因為我想把那個錢拿下來 這個捐給 有關於兒童的一些慈善單位 蘋果與浪瀨簡直快變魔法 拔了 報導 五萬元 村民監督社會 從爆料做起 爆料請打電話 或用APP電郵等各種方式